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讲的一个是 四位菩提心的血处 四位菩提心的血处以上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的是第二个 四位菩提心的血处 血处有六波罗蜜多 其中第一个布施度 观想的时候 跟前面的皈依和发心 跟其他修法是一样的 观想的时候 观想的对境就是 我们布施的对境是一切众生 尤其是一些可怜的众生 我们心里面观想用财布施 或者用法布施 还有无畏的布施 用财布施的时候 用自己的身体 还有善根 以及一切受用 全部都给他布施 如果我们有的话 自己尽量遇到 这种事和对境的时候给予它 如果没有 或者不方便的话 甚至遗幻供养 遗幻布施也是可以的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 我们以前学过的 《修行奇奥》里面 实在是舍不得的话 自己手里面 左手给右手 右手给左手 这样来进行修炼 到最后的时候自己的身体 《肉性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像素菜一样 不会执著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实 或者遗幻地这样做布施 和大布施 还有极大的布施 这样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同时我们这个布施里面 还包括供养 供养通过真实的供养 或者依靠等次力来供养 还有依靠医患的 供养三宝等等 在行为当中经常 我们尽量地做这些 还有对一些非人 对鬼神 这些做狮子 精髓 烧烟烟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来供养 那么这个一方面是观想的 一方面自己应该说是一种修炼 实际当中也是 哪怕是 比如说我们遇到众生的时候 说一句佛法也是法布施 路上看到了一个众生 正在生命脆弱的时候 把他放在另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也是一种无为布施 然后财布施的话 比如说见到了一些器杆 自己在没有吝啬的情况下 哪怕拿出一分钱 一毛钱 一块钱 也是一种财布施 乃至这么微小的布施以上 尽量地积累资粮 这是讲到布施 最后做完以后 观想完了以后 回向善根 在无缘当中回向善根 这是第七十七个引导文